明朝初年,如果朱镖太子不早啊,朱棣敢反吗? 答案是,不敢反,反了也会死得惨,为什么这么说? 首先,我们先来看看朱镖是什么样的人。 他是朱元璋和马皇后所生的长子,吉迪长子,按照封建王朝历迪立常的标准, 朱镖继承皇位的法统不容任何质疑,也就是说,如果朱镖在位,朱棣胆敢起兵, 就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,人人得而诸之,一般人是不敢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, 冒着抄家灭族的危险跟他造反的。 其次,朱镖造反的直接原因,在于朱允伦的暴力消翻, 自古以来,消翻都是一把双刃剑,嫌有看待七国之乱为前车之剑, 身为人主,必须胜之右胜,考虑周到台可以逐步实施, 然而,建文帝的消翻,可以说是充满了暴力与恐怖, 先是在鸿鲁三十一年七月,即位不到一个月, 先把周王全家押回南京,费为庶人,并先往云南蒙滑, 建文元年四月,建文帝又一下子消其, 乡,带三位亲王,费为庶人,其中,乡王不堪受辱, 举家自焚,两个月后,明王又被费为庶人。 建文帝极不可耐的小贩,可以理解为对叔叔们的恐惧, 然而,立的作用是相互的,短短一年不到, 即废掉五个王,其中周王和燕王朱棣, 还是同母兄弟,你要是朱棣,能不害怕吗? 但如果是朱镖在位,他会害怕自己的弟弟们造反吗? 显然不会。 朱元璋称吴王时,朱镖被立为世子,称帝时, 13岁的朱镖随即被立为太子,1371年,朱镖22岁,朱元璋下令, 今后一切正式并起太子处分,然后再奏报自己。 此后,一直到1391年去世,朱镖始终稳稳占据太子之位, 可见他的能力身为朱元璋所肯定。 长期培养的治国能力,加上几十年建立的威信,朱镖还需要消散吗? 最后,朱镖不死,蓝宇不会死,朱镖就是造反,也是死路一条。 蓝宇是明朝初期的一个军事天才,他从西藏高原打到云南高原, 还在漠北沙漠建立了不是奇功,不于而还战役, 彻底彻底歼灭北原军队主力,光是达官贵人就俘虏了将近三千人, 然而,朱镖早逝之后,朱元璋不得不传为皇太孙朱允文, 日显跋扈的蓝宇的命运就此注定。 蓝宇案被称为明初四大案之一,随着蓝宇合族被灭的, 还有一万五千名各级下属,包括景川侯陶镇, 贺寿侯张义,竹炉侯诸寿,定远侯王毕, 东莞博可荣吉利部尚书战徽, 护布侍郎傅有文的,自供侯博一致文武官员, 前后被杀者约两万人,所谓员工速将,相继进矣。 请注意,王毕是补于尔海战役的主要书谋划策人, 所以,历史的得鬼之处正在于此, 朱元璋为了确保朱允文的皇位安全, 不惜大肆诛杀军队中高层指挥官, 最后却导致军队战斗力急速下跌。 所以,尽管历史没有假设, 但却可以肯定,朱彪不死,朱棣不反, 本文首发于悟空问答。